大家好,欢迎回到来《望向编辑部》节目视频 新一年2021年1月1号星期五的客人时间 今天继续跟大家聊聊 有我们45度角,纽西亚的 社川雄,小白雄的雄 是的,小白雄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 还有我们非常之正向对着镜头的 正向大马sir,马来近 维管威好 还有红仔饼,澳洲真BC 你好,大家好,才是真迪好 希望大家赞我们这段影片 最重要是订阅网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正向部晒冷气三活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 今次回来了,讲一下这些政坛的人物 都挺搞笑的 发现了一些有趣的 因为他们不是正常人 他们不是正常人 他们看那个世界 或者可能看的那个 可能看各样东西都四十五度 四十五度角看的 跟我们的心态不同 就是他们会悲观很多 还是怎么样 因为他们都是靠这个叫做 手足 或者这个黑暴 或者这个所谓的叫做 他们争取着 他们所说的叫做民主的 运动里面来找饭吃的嘛 如果你试着想象一下 他们想着一脏功成万骨夫 看看哪个可以 哪个不行 有些人就真的找到吃的 例如谭文豪那些 到最后现在 算不算找到吃呢 就不知道 但是起码他都叫做餐厅的老板 到最后 是吧 不同人呢 有不同的发展 可能老师 到最后就疑了问 可能搞个patreon回来 哇 都够他这样录法 都够他退休 或者起码都三餐无休 是吧 每个人的路向都不同 有些人可能做了区议员 就已经是人生的高峰 也都不会再搞这么多了 有一个挺搞笑的 就是这个道喉不道废 半天调 政坛中阴身 中阴身知不知道是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 即使那些刚刚过了身 不上不下 你到下面那里 是吧 下面又上不到 下面又下不到 上面又未到的那些 就是 我以前有看半小军的 在那个 通常有些说在那个 不是过身 就没所谓了 那些灵堂 走来走去的时候 叫做 配会 配会 不上不下 就叫做中阴身 这个陈浩环 都很明显 现在他又做到这个 叫民阵召集人 不是政治打压可遵吗 人家问他 这个人够不答八的 够不答八 看他这样答都挺有创意的 不过阿sir都没什么理会他 你喜欢说就说 是不是 到时你有什么 就留给官官说 你喜欢说就说 原来他就合起来 到现在为止 真bc刚刚刚说了 那次就招了拍摸 有个男星 就帮他开了一个铁闸 接着就招呼阿sir进来 阿sir就宣布了他有一些 起诉去什么呢 那里就是其中一宗 但是呢 原来之前已经有三宗 即是加上就四宗罪 加上之前有三宗 即是现在有四宗 加上的四宗案 应该有四宗案 里面加上就有十四宗罪 哇 都挺多的 不是四宗罪 是十四宗罪 其实陈浩宛 即是Figel Chen 其实 我知道他 小学开始 已经将当时的社民年三子 就视乎为偶像 他好像说过 以前就对这个 长毛 还有就是这个 玉米 就是芒果佬 还有大舅 陈米业的东西 他们说的东西 是记住在心里面的 你有书不要去读 老师叫你背书 去背些什么呢 他真的到背如流的 即是你背这些 有学业方面 有用的东西你不背 就去背芒果佬那些 四面树滴 八面威蜂那些 背这些 还有 仔绿父亲 义无反顾 会不会在一本手冊里这样写呢 不知道 我记得我小时候 在学校的手冊里 写了九阴真经 是不是只写九阴真经几个字 还是整本抄法 不是整本抄法 有时候看金融小说里面 有时候有些武功那些 九阴真经 或者那个叫做 九阳神功 九阳神功 或者不同其他的心法 都有时候会说一些 那你就会写下去 老师都说 搞错 就写一些九阴真经 继续说回这个陈浩环 原来那些人的心态是这样的 他们说自己是一个叫做政治的风眼里面 又说 看到香港 十九个问题 和政治事件夹击之下 这个他说的 无论你是黄色 或者是蓝色 或者是中立的话 不免会感到不悶不安 他说 当他走出街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有一种 完全很不开心的状态 这个是最差的位 这个是他的 我发觉我们很多的盲友 对于人生 都是非常积极的 是吧 例如我们有时候 帮他们搞些捐款 帮我们拿捐款 收下单据的 杨之华 那别人这些很积极的 那是你 你这么多条罪在身上 还有你这些搞到 那个民阵半天吊这些 你才觉得不开心 那别人可能很积极 又去派一下饭 又去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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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关心一下 其他社会上有需要帮助的人 人家生活得很积极的 这个是你看的 不要说全国香港的人都不开心 又有什么颜色也好 怎么也好 什么屈门 不安 如果你们出来搞这么多事情的时候 有些盲友都在那里说 其实2019年 真是很不开心 是吧 就是看到他们由6月 开始搞搞搞搞搞搞 搞到当时的年尾 所以他们还要继续 我们今早早一节都说了 还要复旗 又复那些光时那些旗 整个尖沙咀 他们都是这些人 还是怎么样 他现在就说 是一种 香港人就处于一个完全很不开心的状态 你这个完全很不开心的状态 我刚才都说了 其实是你们这一帮政棍 因为他们那些已经 他们觉得所谓的叫全 原来这些 什么 香港的民主自由 就被这个叫全方面的打压 他说新闻自由就少了很多 传媒机构就不断的裁员 又说已言入罪的情况就越趋严重了 他说好像快必那样 以前要透过他的行为才会逮捕 现在什么都不用 就直接还压 以前未经批准的集结 不用坐牢 现在都判他入狱了 他现在说黄之锋、周庭那些 又说政府已经不再需要经过民意授权的机构 直接可以用这个紧急法和蒙面法 没有了立法会选举人大DQ 发起游行集会都不行 我想不到有什么是未被打压 所以原来他们的心态是这样的 会刷得很均匀 那其实呢 紧急法和这个蒙面法 用紧急法去立蒙面法 之前我们在节目都有讲过 为什么有这个需要 到后来也都是政府判回政府那方面的胜数 那我们这里不再重复了 也都印证了 也都说了政府的权力 并非也都说叫做无限大的 这个要讲清楚 是吧 还有你说什么未经批针集结 以前不用坐牢要坐牢 不是 不是这样要坐牢 你看回周庭啊 王智峰那些 他有煽动 他最大的问题是有煽动 这个才是这样的 还有什么以言入罪 谭德志那些呢 因为现在有了港区国安法 你有些东西是不能说的 不是以言入罪 那我说明不可以说的 那你又说的话 不是全方面打的 只不过是 你没有看清那件事 你们以为这些东西是可以任你们做的 只不过是之前 未时辰到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的节目 我经常都说是时辰到的 就是这样的 有些人可能说 搞错啊 我看到洞房还继续 这些数据是继续出的 就是洞房日报 例如说 原来现在抓了多少个 起诉了 检控了多少个 但是正式起诉 或者甚至乎落案 是只有多少个 好像好像很少啊 尤其是暴动罪那方面 我看到这条数 都会陆陆陆陆的 update出来给大家看 你看到那条数可能是很少 或者可能比例 不要以为很少 比例好像这么低 如果大家有时听听 我们的法庭邦新闻 其实都明白这件事 有时有些审讯 是真的要花相当多 相当长的时间 例如可能突然去到 后期的时候 判辞之前 也都要再看一些 例如甚至有精神报告 他的家庭背景报告 或者甚至乎 他们有些什么求情的理由 究竟是不是还可以去 影响了那个判决呢 那这也都是一个 要一个时间 那如果他再不满意 这个判决的话 也都可以有机会 叫做上诉 要有一段时间 那是不是要很久才是一个呢 合理啦 不可以说很久的 不可以说很久的 就是你要合理 一定要一些时间 跟着现在 因为19年太多的暴动案 即压了很多 这一类的案 排期都要排一些时间 也要整理不同的资料 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日子里面 其实有很多单 例如19年831那天 太子也有 还有之前很经典的就是瘦菇 社工瘦菇 大喇叭小喇叭的 就是他那单 现在也有继续在上诉 是吗 律政司上诉 是的 律政司上诉的 这里我们再继续讲一下 现在又讲这个陈浩环 他呢 他呢 人家又说 行运医生的医病尾 是 但是这个陈浩环呢 就倒转了 这些黑暴呢 玩到已经 叫做 经常出来游行 又申请什么集会 还是什么 已经不复见了 是吧 他们也都现在都不会再刻意去申请 例如1月1日元旦大有限 你们现在呢 现在连说申请来拨 那个叫做被不批准 那个不反对通知书呢 连这个动作都没有了 就是你不要说 就等于郭翠坚那时候呢 不要说 哦 为什么你明明输 都要去打官司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要彰显到那个叫做 法治已死嘛 他输是用来引证法治已死的 他的邏輯就是这样的 旅败旅战都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送钱出去都要做就是这样的 那现在呢 他们不能搞这些游行呢 就是说 你们连最基本的那个表态 那个行为都没有 还有为什么他们不敢拨打呢 其实大家可以明白 他们怕呢 就是没有人在后面附和他们 没有搞错 政治打压 为什么不让我们游行 我们很想出来啊 因为呢 他们试过几次呢 最近呢 都很尾水那样 他们再搞这些游行 然后警方不批那个叫做 叫做不反对通知书给他们 也都说 发起叫做网上版 又有什么个人游行啊 还是怎么样的 是 这里呢 以前呢 他们是照顾的 这一条路 如果大家还记得 当时那个情况 之后又会变成这个 这个暴力冲突啦 现在呢 已经没有了这一帮人出来 所以是 变相 已经 可以说他们 已经 再做不了些什么的了 那现在他接任了这个 所谓的叫做 然后 陈子杰呢 就再去做这个召集人啦 所以 嗯 已经是尾水了 就是 他接任了呢 也都不觉得有什么意思 可以再做下去 这只不过是等抓的人 是吧 等坐牢的人 那他一自己呢 又帮自己估计 现在呢 好像想帮自己搞定身后事 那样 他觉得自己 最快呢 就是 2021年的年底 就会 坐牢的 因为未来的审判那方面 他说如果 每一宗案件 那个判刑呢 以一年来计呢 他说他在想自己 可能要坐三四年牢 因为你几样东西是要分开的嘛 因为他刚才也说了 就是四宗案啦 是吧 他十四条罪呢 好像跑马那样 是吧 这叫什么十四穿一 就是 你总会穿到几只出来 是吧 跑马是不是 糟了 我突然都不记得跑马 有多少只马 是不是要听一下社长的节目 才知道 有十八只 有十二只而已 沙田路有十四只以上 十四只 是吧 沙田路有十四只 四宗案村 十四宗罪 四村 这是不是叫四村十四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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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懂 穿得来 很难穿的 赔率就是叫做 赔率就是三到四年 现在 现在 他就 有说一下 原来他这样看的 他说 当你走到街的时候 刚才都说了 什么完全很不开心的状态 这个是你的 因为他抱着这么多条罪 那个民阵 那些人呢 只有一个阵 不是民阵 都不知道 有什么好做 是不是 他说之前我们出街 大家都会很开心 吃饭都很开心的 现在就算出街吃个饭 那些人都会问他 你有多少条罪在身上 这些真是拿警令震气 那他会跟人说 CV 他觉得 我的CV 越来越 别人就是那些 experience 他就是 多少个月 可以坐多久 多少条罪 就是他的 量力的CV 跟阿明一样 香港以车来做单位的 你坐了多少车 那些 那些 如果只有8个月 那些就是0.8车 就是世界中的 是吧 是 好像Bitcoin那些 是吧 0.8都可以 都可以照买 是吧 他说 如果有人问他 你这条罪在身上 他会跟人说 你讲话小心点 或者有些人会问 你的朋友移民了 他说 以前就不是这样的 以前大家的话题 什么时候BBQ啊 什么时候去玩啊 什么时候去行山啊 现在说的是什么 你还有没有份工啊 你失业了多久啊 那时候很想攬炒的哦 攬炒到香港人 没什么做才行的嘛 也都迫政府 来答应你们的五大诉求嘛 是不是 原来你都想这些什么 行山去玩BBQ就算了吗 其实香港人本身都很想的哦 但是你们说要 本来香港人是这样的生活来的 只不过你突然说要追求民主啊 还是怎样的嘛 是不是 要将什么暴... 其实林郑月娥是忽然变暴政的哦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在他们眼中 是不是 那当然啦 你们612的问题呢 所以林郑月娥 或者当时的政府 才逼着要这样去处理而已 是不是 是啊 但是你说突然之间变暴政 那我觉得他们最初都觉得 很多事情有得谈的 就是林郑月娥上场之后 其实 那个气氛是不错的 就是他们 没错每一次都要搞议题的啦 一地两点又搞一夜 那当然没事啦 一地两点 但是 之后就 很不同了 之后 变到整件事就 去到逃犯修订条例 但是原来我看回 最初我们不是有批评啊 林郑枯正的 嗯 其实跟着我看回 就是他 他该做的其实都做了 只不过是 民情比较洶湧 有几样东西是 输了给肥佬黎的 和他周边那些人 不只是肥佬黎一个 就是拍几条片呢 就说 就是在街市里面 两个摊贩增执 跟着一个摊贩 就认识内地的高官 跟着呢 就可以把那个 有拗叫的对头人 就送了上内地 陷害他这样 就是这一件事呢 有在香港人心目中有很多共鸣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 在香港 上内地做生意的人里面 见过这些东西的人呢 就是见过在内地得罪了的人 跟着被人玩到残的例子呢 我相信 应该最保守的估计 起码都有六成的 上内地做事的人 是见过这些东西的 那他就是 拨得很准啊 他们就 当然 就是那条宣传短片 其实很多人都跟我讲 那时候 嗯 真的 就是如果 这个逃犯收定条例改了 我随时可以送你上大陆 冤枉你的 其实 每一次 有 这些这样的 就是 文宣出来 他们不是每次中的 但是 那次 那一条片呢 真的中得很厉害 是挑动到很多人的恐惧 就是最初的时候 他们真的 聚到超过 保守估计 都超过二十多万人上街的 那其实这个数字已经很厉害了 就是你说他没有两百万人 他是没有两百万人 但是他实际 就是怎么说 能够 召唤出来的人 其实已经很多 是 那你说是不是林郑做错 我坦白说 有些事情 林郑都神仙难救的 有太多人有 这些不好的经历 只要 被他这样挑一挑来说 就糟糕了 刚才有社长说 当时 林郑如果开头的时候 其实跟大家有解谈 其实是对的 大家试回想一想 以前的画面 当时的郭榮鏗呢 也都是曾经 也都是传 不可以说传 直接是说 被誉为 跟林郑是有计谈的那一种 还有 也都去过公民党的 叫做党庆 是吧 还有一张照片很经典的 拍着杨岳桥就在林郑的旁边 好像招呼她 在那指指点点的那些 有听又讲 有听又讲 还有捐了一些给他们公民党 其实当时来说 大家要做好整件事去 或者 你有理 他都知道你是正棍的 你有理那方面要玩 都明白的 是吧 如果你要去到那么近的话 逼到整个社会是这样 你觉得 要推到这一步 来到 去再巩固你们自己做正棍 那样东西的 那个政治目的 这个没办法了 那我们最后 都讲了一些陈豪环那些东西 嗯 之前呢 都当选这个叫做新召集人 他都讲过很多不同的抗争方式 尤其是叫大家一起关灯 那些这样 是吧 例如这样也是一个政治表态 他就说 现在叫做民阵 可以说叫做大家做过什么 成为 发挥一个叫做大声工的角色 就是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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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被人散党就好过了 是吧 不要搞那么多了 其实他们跟那些最疯的那些人 肯定是没有可能 这个组织没有可能再生存下去 都不单止他 其他人也是 你看看那些什么民主党 公民党也是 是的 所有一同暴力一线 其实就过了那条界线 因为大家如果没有忘记 19年发生的事情 就是其实有很多人 我觉得到了11月的时候 其实已经很反对 他们那帮政棍做的事情 只不过是有些人 他觉得 就是达不到目的 就继续煲下去 我觉得他们是这样 达不到目的 他继续搞下去 或者他们没拿够 他们觉得要拿够的政治能量 吃不饱 饿鬼度 所以继续吃继续抢 抢到尽不止 谁知道 最後又扯爆了 就变成了总辞了 其实就是搞死自己的 这些行为 根本就是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没有意义 就是我觉得他们这样做是没有意义 你当他们买了一场21点 就是了 买得大 买得大 打算赔得大的 不过你是输得大 要不要 要不要多谢 那就要到这样 好了 这个民阵都是差不多了 时间到了 多谢大家 原来他们眼中的世界是这样 都挺可悲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